陳樹渠在香港是人都認識 他的叔父陳濟棠都很厲害 國民黨名將當年成功平定廣東 有南天王綽號 陳濟棠是30年代紅霸廣東的軍閥 廣東人出身農民家庭 19歲時加入同盟會 從事革命活動 在1917年孫中山被推舉為戴元帥 而當時只有28歲的陳濟棠 擔任少教副官跟隨孫中山 1931年蔣介石政府任命陳濟棠 為第八路軍總指揮 領軍至廣東及廣西 剿叛軍有功 奉命管治廣東省達8年 被稱為南天王 之後步步高升至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獨攬海陸空軍政大權 陳濟棠管治廣東省那陣 好像做土皇帝那樣 除了掌握地區稅收 有大興土木建工廠 學校、醫院、修橋起路 憑著權勢累積大量財富 身家極豐厚 日戰時期 他逃離香港時 低了3000萬港幣 按當時地價 可以買100塊半山靚地皮 你爆料我課金 爆上500 爆片1000 爆料內容一經獨家採用 單日總點擊 成為全星期最高 再獎一萬 全月最高 再多3萬 你爆料我課金 有料爆 立刻傳來一週刊爆料熱線 95572778 一仔幫你踢爆 出發